大家好,我叫王光荣 很高兴为大家推出这一套视频 欢迎大家参与学习 本套视频的内容是NDK技术 我们从这里去看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内容 这个目录上已经显示了 我们学习的步骤呢,就是从上边往上边学习 最后一部分我会给大家出一套综合的练习题 也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出一套综合的练习题 好吧,现在就我们立刻开始从头学习 第一部分学介绍 为什么,什么是NDK技术 首先把这个先简单说一下 NDK技术其实本质上是一个GNI技术 本质上就是GNI技术 也就是说你会了GNI技术 其实你就会了NDK技术 那么什么是NDK技术呢 NDK技术,GNI技术呢 GNI技术是Java 上公司推出Java语言的时候 推出一种可以让Java语 C,C叫混合使用的一种技术 而我们把这个技术用在安卓中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NDK开发 GNI技术和NDK技术 所以有一点不相同的就是环境搭建 不相同的,因为一个是用在 Windows的,用在这个台式机里面的 另外一种呢是用在Java手机里面的 如果非得所有区别,就是环境不一样而已 其他的就区别几乎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为什么要学习NDK技术 这个问题是每个人学习的时候呢 必须要闹清楚的 我们通过NDK的使用场合去看一看 然后最后再来回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NDK技术 这里有一种使用场合 就是说一个程序的本身是一个C元程序 从C元的MHASU进行入口 然后它想去使用Java的功能 可能是由于C元 它有些功能不好实现 比如说做图形界面 那么它就可以用Java来实现这一块功能 然后它用NDK技术作为入口 然后去调用我们的Java 做界面的那一段代码 这样的话就把Java和C结合起来开发 这里还有一个应用产品就是说 安卓操作系统启动过程中 也使用了NDK技术 因为安卓系统启动的时候 它里面有Java程序 有C程序 其实先运行的肯定是C 然后后面为什么运行到Java呢 实际上就是使用NDK技术 去调用了Java的一个进代函数 这样进行进入Java的Fonework这一层 然后进入我们的Java应用程序 还有一个应用产品是 程序是Java入口的一个程序 比如说安卓程序就是应用程序 从Java入口 我们想使用一些C的功能 因为Java有一些功能实现不了 比如说我们在开发安卓的时候 你用Java去操作安卓手机的硬件 它就实现不了 此时我们就需要一些C元的高手 去洗一些操作驱动的一些C代码 最后你洗出来之后 你Java要去掉 那怎么掉呢 就是要有专业的NDK技术来掉它 没有这个技术作为衔接的话 那你就掉不了C了 还有其他一些功能 比如说 保密 像我们做安卓应用程序的时候 如果你说全部用Java来做 而有一部分功能呢 你想保密 那你就保不了 因为别人可以把你的Java生成的 直接码可以把它反变成Java的原文件 如果你想保密 你可以把这部分功能用C来实现 然后用Java来掉用 这样的话 C的保密性就比Java的保密性要强多了 因为C编译之后是会编 会编反应 反编译成C语言的原程序 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 还有就是交快速度 安卓应用程序在开发的时候 如果全用Java进行开发 如果你觉得慢了 有一个功能特别影响项目 你可以把那部分功能交给C来做 然后你用Java去掉用 因为C语言的速度 本性反应就更快些 还有一个应用产品 其实之前说过了 就是安卓的中间键开发 安卓的中间键 那一部分内容 很多人都很多网上 很多人也说 说那一部分内容 其实就是用 他说的就是from work 他说from work 就是用Java来洗 其实不然 你去看那个原代码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很多核心的代码 实际上是Java和C在混合使用 这是一些使用产品 那么说了这个使用产品之后 你就去思考一下 你为什么要学NDK技术 你会不会用到这个功能 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就回到下面来 就是说什么人应该学习NDK技术 安卓应用工程师 中间键开发工程师 底层驱动开发工程师 和系统一只工程师 这些 实际上说外边很多人 他的确不会NDK技术 他也在住这一块 但是 你如果涉及到上校城调用 那你 你就住不了 你只会住你自己的那一块 你不能住那全局 如果说你会NDK技术 那你就可以 第一 不管你是住上层的 还是住校城的 你住校城的人 可以和上层的人很好的结合 是这么一个意思 甚至还有一种感慰 就是 就只住NDK 既不住上层 也不住校城 那他就直接 直接去住这个 NDK 上校城住好之后 他自己来 给你整合起来 就要使用到NDK了 所以 所以如果你不会NDK 其实你不可能说 你成为一个很厉害的 这个安卓工程师 可以这么说 只要你是安卓应用工程师 或者说 或者说安卓的相关的一些 软件开发的工程师 你想成为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 技术上的流人 那你NDK技术是一个避雪技术 这就是我们的介绍 不过我最后再教一点 我们学习这个NDK技术之前 你的技术 你现在目前的技术 能不能学会 就是说我这个视频 你能不能听懂 这还是需要有一点条件的 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条件 请先满足这个条件 再来听这个视频 第一个条件 你必须会C语言的基本语法 并且要非常的熟悉 就是说你一定要会C语言的基本语法 否则这个视频你肯定看不懂 这是第一方面 当然我不需要你什么C语言高级编程的内容 你只要会C语言基本语法就OK 第二个前提条件 是你已经学会了安卓的应用开发 也就是说 你已经很会交文了 甚至能用交文来做安卓应用开发了 不是甚至是必须会安卓应用开发 那会了安卓应用程序开发 肯定你前提肯定是会了交文 否则你安卓应用开发也不会 因此呢总结起来 听懂这个视频就要求两个 第一 学会交文的基本语法 学会C语言的基本语法 第二 学会安卓应用开发 不一定是安卓应用开发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你至少要会一点安卓应用开发 这样你才能够符合学习这个 我推出的这套视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NDK技术 这个听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 用90后的说法就高到上 的确 这个技术比较神奇 甚至 有的人觉得学这个技术难 这个技术本身的确有点难 再加上该技术 在我们中国的市场上面 没有一本真正的汉语的书 所以说很多人呢可能就学起就相对比较困难 那就只有去找官网或上百度到处查 而百度里面相关的资料 绝大部分是一些基础性的资料 好吧 我这一节课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NDK技术语的介绍 好的 这一节课呢 谢谢大家